當波籃球快遜 經過激烈的鬥爭 女男世界盃終於來到四強階段 在週五下午 澳洲女男將同中國女男一決高下 最終的雷家將闖入決賽 本屆賽事開打前 拜比亞官網公布了實力榜 其中澳洲女男反超中國女男升上第二 而日前官方更新了新一其實力榜 萬眾一心的中國女男超越澳洲女男重返第二 由此可見 兩隊實力可以說是旗鼓相當 勝負都是傾向於臨場發揮 和教練團隊的用人調度和戰術安排 澳洲女男的優勢是球風空狠 無論遇到什麼球隊 都比較強硬 動作幅度大 最近幾場比賽他們都打出自身的特點 將防守發揮到極致 只比加拿大女男得72分 日本女男得54分 下半場只失20分 比利時女男得69分 最關鍵的一點 澳洲女男的平均新高排 在12隊參賽隊伍中第一 雖然隊內沒有高大中鋒 但後場的前鋒好多 泰保特爾 亞倫和域高保等人身體素質好 目前都在WNBA頂級聯賽效力 需要留意的是 澳洲女男的劣勢就是老將比較多 年齡最大的是41歲的中鋒羅倫積信 她上場只出戰14分鐘 就11投4中得到12分 可以說是寶都未老 中國女男不可以輕視對這位經驗老將的防守 正如以上所述 世界杯賽情緊密 幾乎是一日一比賽 這個對於整體年齡比較大的澳洲女男來講相當不利 面對這麼高強度的賽事 他們教練組的派兵部署將會顯得極為重要 中國女男一步一個腳印 上場面對昔日縮的法國女男 主帥鄭微臨危不亂 冷靜暴陣拒絕令悲劇重演 淡火在第二節里夢下場休息的時間節點 比黃絲正成為場上主攻點 接連得分穩住陣腳 並在最後一節攜手李夢和韓旭做出貢獻 最終隊史時隔28年 昂首重返四強行列 從本屆賽始終可以發現 中國女男越打越穩 戰術素仰好 整體戰力強 特別是在同美國女男的歌場比賽中 球員在場上敢打敢拼 不單單只是李夢 黃絲宇敢於防守對抗 敢於做動作 與此同時 這隊球隊並不過分依賴某一兩名球員 而且李夢 黃絲正 黃絲宇 楊力維 武童和這些女生的年齡 成長經歷 學球背景各不相同 可以說是祖國未來的 新王今一代 展望即將到來的大戰 中國女男需要注意兩大點 澳洲女男的整體深度足夠 僅次於美國女男 風扇球員很有活力 所以怎樣合理分配球員體能 是鄭薇需要佈置的工作 其二場開局 正所謂萬事開頭難 可以利用李月宇同行動在內線的優勢 開局不斷衝擊藍底製造殺傷 令對手的有心戰鬥力受到一定的損耗 試圖打亂他的排兵佈陣 M直播是澳門球迷必備的應用程式 M直播交通